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日本方面却传出一个消息 声称通过卫星看到中国机场的一幕 令他们感到震惊 原来他们探查到的是我国的一个飞机牧场 其上遍布着多种多样的战斗机 这些战机是已经淘汰退役的机型 他们的命运就是等待着拆解或重新利用 日本专家对此忧心忡忡 甚至倒吸口冷气 他们指出中国报废的飞机很多都没有拆解 他们担心这是中国的一种战备状态 一旦进入战争 这些飞机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参与战斗 而日本与中国是邻邦 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也呼吁中国不要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国的飞机更新换代很快 这些飞机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分解 由于不算是高端军备 才会没有屏蔽卫星的观察 中国向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我们不会轻易挑起纷争 是世界和平的拥护者 好了 今天的完美显能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完美奖励室的朋友 别人转发关注哟